中国电影报道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鹏 我们又见面了 演了一个爽玩男主 这个角色就一路升职加薪 然后来到人生巅峰 你每天在片场 你来得早于晚 然后你经历了什么 别人怎么说你 那些都不重要 因为观众都看不到 他说你最重要的就是那摄影机 红点亮起的时候 它捕捉到你的样子 无论是导演的内容 还是演出的角色 新的东西就意味着 对于原来的我来讲有难度 而有难度你突破了它 才有进步 电影《年会不能停》中 大鹏饰演的胡建林 是一个在工厂 辛勤工作了半辈子的高级前工 他意外被调到总部公司 担任人力资源管理 从工厂到大厂 胡建林状况百出 但却阴差阳错 一路升职加薪 大开园的时候进行员工 是不是因为我年年都是厂子里的先进工作者 胡建林这个角色 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我脑海当中就是说 模仿的是我小的时候看到我爸爸 他和他的工友们 在那个车间工作的状态 我其实脑海当中模拟的是那个形象 此番在《年会不能停》中 大鹏首度与白客合作 二人都曾因搞笑互联网短剧而被观众熟知 大鹏透露 两人的合作碰撞出了很多火花 因为每一天到现场得先排练 然后再拍摄 排练的时候没想起来的一些段子 或者你演着演着 你突然觉得这个角色应该说那句话 拍摄还都是非常非常有火花的 因为它是一部喜剧 它允许大家有这样的工件去发挥 年会不能停是一部反映现代职场众生像的电影 而作为演艺行业的打工人 大鹏坦言原本性格内向的他 偶尔也会通过努力去适应职场 大家了解我都是那些喜剧形象 而且往往在比如说宣传的时候 营业嘛我们叫营业 就是希望自己特别主动 然后我以前因为在网站工作的时候 是一个主持人 所以就有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好像这话一定不能掉地上 好像这个气氛一定要活跃了 所以我其实是理论上是挨人 被迫变成了一个艺人 那没有办法 因为我做的是这个工作 正因为大鹏是过来人 当他见到佟莫南 因为第一次拍戏而紧张时 大鹏也会活跃气氛 为佟莫南缓解情绪 我仿佛看到自己以前第一次拍电影的样子 他这一次第一次演电影 确实能看到他的一些紧张拘谨 所以平时他拍之前 我会跟他放放松 然后建立一下彼此的信任 让他对这个场更熟悉 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 2023年 大鹏有五部电影和观众见面 年初的《无名》 三月份的《保你平安》 《暑期档》的《热烈》 九月份的《第八个嫌疑人》 以及上映赛集的《年会不能停》 贯穿了春夏秋冬四季 等于大鹏来说 他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设限 能够一直给观众带来新鲜感 我觉得新的东西就意味着 对于原来的我来讲有难度 而有难度你突破了它才有进步 如果一直在一个区域里面 那么我可能水平的提升就有限 我其实更多的是 希望观众能够看到我 无论是导演的内容 还是演出的角色 每一部都不太一样 然后每一部都有一个前进 因为我觉得我起步太低了 所以只有靠着一点点的前进 才能够追赶上 就是说中国电影现在的发展 追赶上观众们的审美 我好开心 他鼓励我继续坚持努力 行好事 做好人 记住这个热烈的夏天 谢谢 我其实觉得电影频道是非常的亲切 从我开始拍电影接触电影 就一直电影频道见证了我的成长 也陪伴着我 小伙伴们都非常努力了 领导们该让孩子们放放松就放放松 然后薪酬待遇涨一涨 让大家更好地为中国电影做贡献